好 我们看一下长阳命令 第一个就是pmr start pmr start我们上节已经演示过了 就是第一次使用pmr的时候就演示过了 pmr start后面可以跟个什么东西呢 当时演示的时候是跟了app.js 就是那个邀请等等那个js文件名 对吧 其实我们后面也会说 pmr start后面可以跟一个配置文件 所以说我这写了个pmr start 就是表示它有多种形式 然后就pmr list pmr list我们上节也演示过了 就是可以看到控制台里面 我们的pmr的一个进程列表 再往下的是pmr restart pmr restart的appname或者说id restart就是个重启 对吧 重启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监听代码改变而自动重启 我们要手动重启的话 就可以运行pmr restart 后面接一个appname或者id 我们看一下appname和id是哪儿呢 其实就是这儿 appname就是appid就是0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重启这个进程 那怎么办呢 就是通过pmr restartapp或者说pmr restart0 这都可以啊 写错了 应该是pmr restart0 不是o 这个地方写成o了 应该是restart0 我们先不执行啊 我们先往下看 再往下 pmr stopappname和id 和pmr deleteappname和id 这第一个就是停止 对吧 停止 第二个就是删除 因为停止之后呢 你还可以再启动起来 删除之后就没了 所以说停止和删除 这个要分开 然后再往下 pmr info info就是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信息是什么 然后pmr log 就是我们可以查看 这个进程的一个日志 是怎么打印出来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的日志打印 然后pmr mountaint 就是可以监控到 这个进程的一些 CPU和内存的一个信息 这个可以手动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 内存已经爆了 或者说CPU沾得特别满的 好 我们就演示一下吧 pmr list 这个刚才已经看过了 就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进程 如果有多个进程的话 它可以在这个 下面会有会有多 pmr restart pmr restart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把代码改一下 我们代码中现在是 一个pmr test server 1 我们把 server 1改成2吧 改成2之后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刷新浏览器 我们看一下 它返回的还是一个 server 1 是吧 没有变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就通过pmr restart app 或者说pmr restart 0 这个都可以 我们就写成app吧 好 restart了之后 好 restart之后 我们再去刷新这个浏览器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变成2了 是吧 就说明是已经生下了 那注意 restart之后 这个地方 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restart后面 第一个是0 然后restart完之后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1了 就说明它会累积 restart的一个次数 然后就是stop和delete 这个我们就暂时先不演示了 pmr stop 或者说pmr delete 就是直接去删掉了 后面讲到的 pmr配置的时候 我们会演示它 后面我们会把这个进程 给它直接delete掉 不用这个了 用一个配置 所以说这个大家先要知道 就是stop 或者停止 delete是删除 然后pmr info pmr info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服务的一个信息 你可以看什么呢 比如说你现在刚刚登陆 一台服务器 就是线上的服务器 你能通过pmr list 看到这个进程的一个列表 但是比如说这个app 你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你就可以通过pmr info 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script pass 就是当前我这个程序的一个代码 对吧 就是当前程序的这个入口代码 就能找到代码了 然后这个aerlog pass autolog pass 是我们什么 是我们当前的凑日志和自定日志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 包括这个node environment node environment 现在我们是这个production 对吧 包括这个node版本 我们现在是10.13.0 包括这个gis的信息 这都有啊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pmr info 就是看到这个当前进程 当前服务的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pmr log pmr log app 看之前呢 我们可以把代码简单改一下 我这加一个 就是说加一个模拟日志吧 concert.log current time 加一个date.now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模拟错误吧 concert.error 模拟错误啊 假装出错 date.now ok 这样改完之后呢 我们保存 保存完之后 我们先重启一下 pmr restart app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个监听 没有加一个代码监听自动重启 所以说我们去重启 后面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去监听文件变化自动重启的 这个后面再说 ok 这样重启完之后 大家看那个restart的这个色录变成2了 对吧 重启完之后呢 我们先打开这个pmr log app OK 这个时候大家看 这个时候它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三号日志了 有server is listening on pause 8000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打印的 对吧 因为我们重启了两次 所以说第一次是直接启动 第二次是重启 第三次是重启 所以它打印了 现在打印了这么几行日志 我们可以继续去刷新一下 刷新 然后再刷新 OK 大家看 这个地方 current time和假装出错 current time假装出错 是我们刷新了两次 对吧 刷新了两次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打印了两次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pmr log去看到它日志是怎么打印到空中台上去的 这个跟那个nondomr是一样的 另外有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地方有两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这个文件 还有这个文件 就是pmr已经把我们的日志都已经保存在这个文件和这个文件中了 不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拷贝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 这里面已经有我们的这个cancel log打印出来的这个内容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app error.log 写错了 这个 好 这里面也有两个假装出错对吧 所以这就是说 我之前说过就是我们自立日志和错误日志直接通过cancel log cancel error去打印 虽然说我们开发环境下是会直接打印到空中台上 但是我们通过pmr就可以让它保存在文件中 对吧 当然我们没有做任何配置的话 pmr会默认保存在这个文件和这个文件中 这个我们接下来做配置 可以让它去保存在我们一些自定义的目标下 这样的话就完美了 因为它毕竟存在别的地方去 如果在服务器上 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文件的防御前线 对吧 OK 那 接下来再去演示一下这个pmrmonet pmrmonet 好 大家看pmrmonet 我们最主要的信息可以看到当前的内存信息 对吧 内存信息 还有globallogs 有当前的日志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刷新 刷新 我们看一下globallogs这个日就出来了 所以说你要是在线上的话 你要是在线上环境的话 你需要调试一些问题 你就可以在服务器上打开这个pmrmonet 然后在这里面 你一边刷新了 一边去可以调试到一些信息 以及可以看到内存的变化 这个就会帮助你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帮助你分析 这个web server程序层面的问题 至于服务器的其他问题 这个是分析不了的 这个需要一些专业的服务器运为人员来分析 所以说我们这儿pmr只是提供了它力所能及的一个功能 帮助你分析线上的问题 OK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传言的命令 好我们做一下这一节的总结吧 这一节主要就是介绍pmr的一个基本使用 首先第一个下载安装 这个比较简单 通过npm直接下载就行 然后基本使用 就是我们怎么去把它集成到之前的开放行情中 以及和nodalmr的区别 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说pmr它是后台运行的 对吧 nodalmr是前台运行的 后台运行的就会把命令行的权限再交付给前台 然后pmr是在后台监听的这个服务的启动 然后是传言命令 我们这儿列了pmr有list 有restart stop delete infor log monitor 这几个命令 具体的怎么使用呢 我们传言也是过了 OK 那pmr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它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就是进程守护的功能